唐太宗李世民,堪称是一位先古一帝,他的登基室并非是一帆风顺的。 他杀掉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,和弟弟李元吉,这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。 当然,我们也知道,在历史上要想成就大事,就必然是不能心死手软的。 像宇鸿门燕不杀刘邦,结果措施天下,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 所以,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,虽然显得有些狠心,但是这确实是成就大业必须要做的事情。 而往往用这种方式,登上皇位的人,都会在事后杀掉对方的所有后人,以防后患。 那么,李建成死了之后,李世民又是用什么方式,来对待他的妻子儿女的呢? 首先来说一下李建成的妻子郑观音。 李建成死后,郑观音被李世民纳入自己的后宫。 同样纳入后宫的还有李元吉的妻子。 这是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,而不是简单的因为李世民好色,想满足自己的欲望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得从郑观音的身世说起。 郑观音是南北朝的北朝望族。 祖上都是一些当大官的人。 名望非常高。 而他本人也是十六岁的时候,就嫁给了李建成。 二十岁的时候,李建成被立为太子。 他也就成了太子妃。 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人,对于凝聚人心,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 所以李世民选择了和亲的方式,而不是杀掉他。 当然,既然已经对他采取了和亲政策,那李元吉的老婆,自然也是不能杀的。 不然就会引起争端。 李世民能当上皇帝,绝对不只是因为会打仗。 当时他的手下能人众多。 而这些人一直都坚定不移的,跟住李世民造反。 可见李世民对于权术还是深有研究的。 懂得怎样能赢得人心。 至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女儿。 李世民都是直接放过了的。 但是却把他们的儿子,都杀了个干干净净。 这是因为古代认为,只有儿子才会有继承父辈名利的权利。 女儿是不能继承大统的。 所以,女儿对于李世民来说没有威胁。 而从李建成和李元吉妻子的角度来看,嫁给李世民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 李世民娶了他们之后,只是当作一个收买人心的工具而已。 自然谈不上什么恩爱和恩宠。 他们也一辈子都郁郁寡欢。 这看了让人为他们觉得屈辱。 但是在封建社会,女子很少有能够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。 如果当初当上皇帝的是李建成,那郑冠英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。 但人生没有如果。 历史也没有如果。 历史有的。 只是冷冰冰的文字记载。 和他们这些女子让人悲瘫的结局。